我们契丹人本来就是女人统治 孩子 放弃你世俗间的情长 而你只是 你今晚把心借给男人 但绝不要让他占你 男人多么愚蠢的牲口 正是这段女祖母的谈话 成就了萧燕燕传奇一生 年仅17岁就将大辽带上了巅峰 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那么她到底干过多少经世害俗的事情 萧燕燕的成功可以说和老爹脱不开关系 她的老爹萧斯温原本官智不大 只是南京流水 而且身子不弱 连打架都不行 更别提打仗了 不过她有个好习惯 每天刷牙洗脸穿衣打扮 出门时神清气爽 和别的大老族一眼就能区分开了 所以下属都瞧不上她 觉得没什么真本事 或许是身体原因 萧斯温的三个孩子全都是女儿 不过她并不泄气 谁让她姓萧呢 因为祖宗给力 基本上辽国的皇后都是出自萧家一族 而萧是一族也伴随辽国四代 所以萧斯温就想要弯道超车 靠女儿出人同地 让自己走上人生巅峰 别的姑娘都在秀发时 她却跟三个女儿安排得明明白白 所有的课程都和皇后要做的相同 比如管理后宫 售买人心 包括时事热点以及行军布阵 所以这三个孩子的智商和情商 都远超同龄孩子 而最小的女儿萧燕燕 她不仅聪明会交际 并且十分务事不偷懒 所以萧斯温觉得她必成大器 花费的功夫也更加多了 后来到了应立八年的时候 皇帝辽木宗派萧斯温南下扬州 让其攻占周朝的领土 萧斯温最怕打仗 但又不敢违抗胜命 于是随便拿下了几个村子 就溜了回来 也算是完成了使命 谁知周朝不干了 你敢打我 我就打死你 于是派兵回击 直接破三关三周 打到了南京城下 萧斯温害怕极了 连忙跟辽木宗求救 一天发八百回求救信 边发边往后撤 根本不敢迎战 就在火急火燎的时候 亲征的周朝皇帝忽然患兵 结果刚回去就嘎了 周朝发生了内疯 直接被下面的大臣范位 变成了宋朝 这对于周朝百姓来说 是灭底之灾 然而对于萧斯温来说 简直要原地蹦三蹦 仗都没打敌军就被灭了 于是开始四处吹嘘 都是靠自己才保住了南京 不久后 宋朝稳定下来后 再次对辽发起了进攻 萧斯温再次被皇帝派往了前线 这下他的能力再也无法掩盖 被撤职从南京调回了首都 而这几件事下来 让萧斯温也对辽木宗有个意见 此时萧斯温的三个女儿 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 他从小培养到大的接班人 必须要嫁到好人家 萧斯温本想将大女儿 举荐给辽木宗 但一想这个皇帝不尽女色 就喜欢杀人和酗酒 要是哪天看不惯女儿 要是诸九族可怎么办 有人会问了 萧斯温的女儿喊辽木宗 不得喊舅舅吗 怎么可能结婚呢 当时的契丹并不在乎 这个所谓退子和关系 一切朝立看齐 萧斯温思索在三后 决定将大女儿 嫁给辽木宗的亲弟弟 因为辽木宗这人没有子嗣 且天天喝酒感觉活不长 说不定到时候 就会传皇位给亲弟弟 那么自己的大女儿 就会成为一国之后 自己也会摇身一变成了国杖 简直是不费一兵一卒 不过大女儿刚嫁过去没多久 辽木宗的亲弟弟 也就是萧斯温的大女婿 被人举报谋反 彻底失去了亲信 这可是辽木宗唯一的弟弟 萧斯温明白大女儿白嫁了 于是他算盘一打 便将二女儿嫁给了辽木宗的堂弟 既然亲弟失去了继承权 那么堂弟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 结果辽木宗的堂弟 是个五大三粗头脑简单的主 他等不及辽木宗隔屁 就迫不及待造福 结果被处死了 这下萧斯温的筹码 只剩下小女儿萧燕影 他不敢再将其轻易嫁人 此时纵观整个大辽 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 只剩下辽木宗的侄子耶律贤 为了能让小女儿顺顺当当当上皇后 只剩下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辽木宗弄死 汉人又不见得都是好 比如 他们的三从四德 孤唱不随之习俗 就有很多的例 孤唱不随 唱得对的就随 唱得不对的就不随 老祖母说过 我们其单人 原本就是女人掌管天下 历史皆知武则天 殊不知萧太后更要霸气百倍 她代长朝政四十年 甚至还开创了太后改嫁的先例 而她的聪明镜和老爹脱不开关系 萧思温为了能让萧燕也成功当上皇后 主动和辽木宗的侄子耶律贤套进 之后更是时不时挑唆一下其他人 抱怨当朝皇帝辽木宗太过残暴 此时无论是百姓还是王公大臣 也都受不了爱杀人的皇帝了 在公元969年2月 辽木宗在外履居时 因为厨子做的饭菜不合口味 就把其中一个人当场杀了 这让其他厨子后怕不已 干脆来了个先下手为强 直接在菜里下毒弄死了辽木宗 皇帝死了需要有人继承皇位 而萧思温最先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利用全力封锁了辽木宗的死讯 随后快速公知了耶律贤 当晚就直接登上了地位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皇室宗亲都傻眼 自己还没来得及争一争 皇位就被抢 辽景宗这个皇帝当得十分顺利 于是便将萧思温升职到了彩相 到了这一步后 萧思温才敢放心地将最后一个筹码 小女儿萧燕燕嫁给辽景宗 当上了异国之后 自己也成了国障 不久后又被封为了魏王 本来萧思温长的柔弱 还不会武 结果跟个窜天猴一样上天了 这下他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不少人开始迪视他 可萧思温因为开心并未领会 因为他觉得整个大辽都是自己的 原来辽景宗当上皇帝后 由于体弱多病能力不足 平时全靠萧燕燕维持秩序 他从小就被军事政治了如指掌 又因为本身就聪慧 很快就成了辽国的一把手 辽景宗更是对文武百官直言 以后皇后说的话 就跟朕说的话一样 你们谁敢不听就长嘴 因为辽景宗的足够信任 所以萧燕燕才得以施展拳脚 很快了解辽国经济的情况 并有了显著的提升 结果就在这时 老爹萧思温被自杀了 辽景宗那叫一个气大 他生命中最感谢的两个人 就是自己的老婆和老丈人 现在老丈人没了 他决第三十也要把人找出来 很快凶手挖出来了 正是自己的国舅 辽景宗没有犹豫直接处展 这样的作为让萧燕燕 稳坐皇后位子 随后生下了辽国嫡子 而后萧燕燕更是将 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辽国发展上面 可就在一切稳妥的时候 危机出现了 三十五岁的辽景宗 因为身体原因暴毙 正是壮年时节 而萧燕燕当时才二十九岁 众人对其的信服力并不高 且各种宗族势力蛮横无度 边境又站稳纷飞 他现在只剩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正是单纯善良 没心机的年龄 如果一旦被奸人所害 那么整个就完了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让自己的孩子 顺利登上王位 可这一股泰然 于是萧燕燕想到了 自己的青梅竹马 我是皇后 那你就是皇上了 好大的胆 你这大汉蛮 还想当我们契丹人的皇上 不敢不敢 你说该打多少 萧太后不请赶嫁 甚至还是下架 为了彻底占有这个大臣 不惜杀了她的原配夫人 这个大臣就是韩德让 在当初辽景宗驾崩时 她可没少出力 先是将皇上皇后身边的人 全部换掉 改成了自己手下的人 作用就是24小时 保护萧燕燕母子俩 并且第一个跳出来战队 说自己永远拥护皇后 作为北院疏密使 她的话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就在人心不稳的情况下 韩德让主动献策 让萧燕燕颁布法令 宗族一律不得私下搞聚会 这样的目的是 防止聚在一起造反 法令发布后 萧燕燕就开始了 杀鸡景宗的行为 并顺势收回了一部分的兵权 这个兵权在手 天下文武 虽然不是全部 但也有了保障 不仅如此 为了防止那些宗族势力 于此往后 萧燕燕更是主动示弱 说自己因为丈夫死了 业业不浓眉 便召见了这些大臣的老婆 和子女入宫陪伴 其实进去的就出不来 这下人质和兵权都在守则 其他人不敢再轻举妄动 等到万无一失后 在韩德让的陪伴下 萧燕燕才敢召集大辽 所有的文武百官 宣布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地位 可以说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凶险 都是靠着韩德让拼死相助 才有这样的结局 萧燕燕成功当上太后后 孩子还行 依旧是她代长朝政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找到盟友 先把边防控制住 不得不说因为从小的磨练 萧燕燕看人很准 而且表面上会给人无比的信任 这些人反过来 也对萧燕燕十分忠心 后来一切妥当后 萧燕燕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她回想起了自己和韩德让 两小无猜青梅竹猛 如今自己单身一个 正式下手好时机 于是她杀了韩德让的原配 就此两人便办公开住在了一起 甚至还生了一个孩子 之后两人联手 更加稳定了辽国局面 萧燕燕一直活到了57岁 可以说为了辽奉献的一生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